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今天第六天咱们回顾一下第五天的知识 第五天咱们讲的是啥东西啊 咱们讲的是模型相关的知识 对不对 先讲的 那第一块咱们讲了个啥呢 是不是 Model to DB 对不对 那小爱疯了 那这个Model to DB 那咱们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迁移啊 给大家是不是讲了个迁移原理啊 对不对 迁移 说我们这个模型 到时候就困得分为两个过程 对不对 那什么呀 是不是生成迁移 还有什么 是不是执行迁移啊 这咱们给大家讲了个啥 是不是迁移原理啊 迁移原理咋做的 如果说公司就让你设计上这个迁移 你能不能设计啊 能 知道吧 顶多是咱们需要花点时间 比如说我花一听起 我需要慢慢打磨 我要一点点去突破它里面那些支脸 对不对 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整体流程是什么 以后我们讲业务 以后我们去面试啊 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讲业务逻辑的 而不需要你够背函数 背方法 知道吧 函数和方法那东西没什么用 你用的时候知道大约是哪个函数就行了 但是你要知道整个的一个思路 随便换语言 我啥上来的门啊 知道吧 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更喜欢听你讲业务流程 而不希望你够背俩函数 知道吧 背函数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迁远里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啊 是不是根据什么呀 既有迁移文件和什么 是不是和模型进行比对啊 干什么呀 是不是生成新的迁移文件 在之后呢 在之后干什么呀 是不是执行迁移啊 执行迁移怎么执行啊 啊 执行迁移是哪执行的 是不是去数据库中干什么 是不是查询执行记录 那在执行的时候呢 啊 直接过滤掉什么 以执行过的迁移文件 然后呢 执行 未执行的迁移文件并记录啊 是不是 这也不就是咱们那个迁远里吗 但是咱们又讲啥了 啊 是不是 db to model啊 对不对 那这玩意乱多了 是不是 配置好咱们数据库之后 数据库里面有表 咱们就可以干什么了 啊 是不是迁移啊 那这个迁移是怎么迁移的 是拍s manager 点r py 然后inspack的spect inspack的db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给它们生成什么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model啊 然后呢 我们又使了一个什么呀 啊 是不是使用了一个数据库里面 给它定向到models中了 咱们这样写的 pison manager 点r py 然后inspack的 db 然后来了这样一个东西 对不对 什么models点py呀 这样是不是就直接生成到这个里面去了 是不是 在之后呢 咱们发现生成的这个model它有什么特性啊 啊 是不是自带原信息啊 生成的model 是不是拥有原信息啊 啥原信息啊 啊 是不是可那什么意思 它里面有一个manager等于什么 是吧 fos 对不对 那说我们这manager等于fos 啥意思啊 就是不需要切一系统管理我们了 对不对 不需要你管理我们了 我这东西可以自己搞定 是不是 对不对 再之后咱们又讲了什么呀 是不是讲了模型关系啊 对不对 那模型关系里面咱们做了啥呀 啊 是不是说了这些模型关系咋都有啥关系 然后怎么实现怎么用 对不对 一对一 一对多 还有 多对多 对不对 那一对一是咋过的呀 啊 那在咱们这个这个监控模型中叫one to one field 对不对 那既然咱们是一个一对一的绑定关系 好像谁绑谁都没问题 对不对 但是咱们说了一定要确认一个什么 主同关系 对不对 那怎么确认主同关系啊 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当于这个文件上 或者说当这个库被损坏的时候 我们只能保留一个 那保留的那个就是你的什么 主表 对不对 那一般来说在同表中去干什么 生命关系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这个一对一到底是咋实验呢 他说里能实验是什么 啊 里能实验呢 咱们发现是外见添加了一个什么呀 唯一约数 对不对 就说从表中 生命外见 然而呢 并添加 唯一约数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再之后呢 那 就讲完了 没有 没有 那咱们说了 这个获取 就主获取从 还有从获取主 对不对 从获取主 怎么获取 啊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显性属性啊 对不对 再之后呢 主获取从呢 主获取从怎么了 它是不是一个隐形属性啊 对不对 隐形属性默认什么呀 啊 默认就是模型名的小写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从表 模型名 小写 对不对 大招的南边说了一个删除 对不对 删除呢 那咱们这块就有一个主通删除问题 对不对 从表删除 从表数据删除 主表会受影响吧 主表数据不受影响 再之后呢 那主表数据删除呢 那之后呢 这块呢就会有几种结果 对不对 第一种是默认 默认啥指 是不是 Casked啊 这啥呀 是默认集联数据被删除 对不对 再之后呢 第二种什么呀 说Portech的呀 那Portech的这块什么呀 受保护的 对不对 那啥叫受保护的 啊 当存在集联数据的时候 删除主表数据 投票数据会干什么 这个会抛出异常 投票数据不会被删除 对不对 主表数据也删除不掉 对不对 再之后呢 那不存在集联数据呢 是不是可以删除啊 对不对 再前来还有第三种什么呀 是不是 Sight模式啊 Sight模式呢 又分为三种结果 第一个是什么呢 SightNow 对不对 第二呢 Sight Default 第三呢 就是Sight一个括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SightNow 什么呀 什么 制空啊 制空 那这块有应该有个前提是什么 啊 允许为空 对不对 要不然和你的这什么 你的设计是不是都已经相美味了 对不对 Sight Default 什么 什么制为默认值啊 那这块也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存在默认值 对不对 那那之后这个Sight呢 啊 就是你自己愿意给它啥值就啥值 知道吧 对不对 那一对多是个啥呀 啊 他那个实验是啥呀 那这个实验是不是就直接使用外界实验啊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也是有主从 那肯定谁多谁是从 对不对 是不是 主从 对吧 那是多是从 为什么呀 我跟大家说过 一个人想记住多个人 它是很不容易的 对不对 但多个人想记住一个人是不是非常方便啊 对不对 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源于深国 他在我们这个程序开发中的也是适用的 对吧 那之后呢 也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 集联对象获取啊 这个从获取主好获取吗 啊 从获取主好获取 因为他就是一个属性 对不对 显性属性 那主获取同呢 主获取同是什么呀 是不是隐性属性啊 什么味道 奇怪啊 啊 啊 隐性属性默认什么呀 啊 是不是集联数据 干啥菜的呀 那这东西是个啥呀 啊 他也是manager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子类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意味着他就支持什么呀 啊 这个子类他支持什么 什么filter啊 exclued的呀 然后呢 什么all啊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切片啊 等等的 对不对 Lamit Offset Values等等的 什么都是支持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再说在这个数据删除呢 啊 数据删除 同 一对一 对不对 再找多对多 那多对多在咱们这里面 用的是什么呀 manager tomanager的 对不对 这在我们开发中呢 很少直接去使用 但是啊 这个东西 这个模型 模型关系 我们一定要理解 对不对 那manager tomanager多对多 多对多啥时候用啊 对不对 他表明的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不是 两张以上的表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块的使用多多多之后 会发生什么呀 啊 会产生额外的关系表 对不对 那这额外的关系表 它有什么特性啊 啊 那这个表中使用什么呀 使用多个外界实现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他表明的是啥呀 那外界对什么呀 外界对呀 是不是 关系表的主见呀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里面实际上也有那些删除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用改这个里面的 因为他默认做的就已经很好了 对吧 他里面是我们到我们删数据的时候 他会干什么 他只会删几连数据 也就是我们那个关系表里面的数据 对不对 因为关系表里面那是不是就是子表啊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用起来呢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之后呢 那这个数据获取 对吧 数据获取的话呢 咱们就说了 这两张表实际上他俩的结构是干什么 啊 是不是 这个两张表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之后呢 这两个属性 主获取同 主获取同这是什么关系啊 或者说先说同获取主吧 同获取主 同获取主 对不对 那同获取主是个啥玩意儿 啊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manager对象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还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显性属性啊 那这个显性属性 这是一个对象 那你说这个获取的时候 这个同获取主主是一个吗 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块呢 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啊 如果我们想要获取 他本身是不是也是manager对象支持all filter这些东西啊 对不对 但这些呢 那不是亮点 我们如果想加一个 想操作集联数据怎么办 啊 你想加一个是不是的add啊 想删一个呢 remove啊 你们是不是掉下了 应该有连上的了啊 刚才好像网布 啊 也可以把它clear掉 还可以直接side整个列表进来 实际上呢 我们上面的这个manager 他也是支持这种操作的 知道吧 这个也是支持的 但是呢 那这个主获取同呢 他也是一个manager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一个隐性属性 对不对 那这个的操作和前两个呢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和其他manager是吧 一样 对不对 好好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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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nvironment 野兵 好 好 leider 不了 小 About 思